时间轴动的自己呢 我们只会用到图像卡 我们只会用到图像卡 对我们把图像卡拿出来 任意的洗一下 洗好之后呢 对洗好之后呢 随机的 我们在这看不到的状态底下 盲抽随机的抽出八张卡牌 如果你手边有 女力觉醒卡牌的话 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操作 对 随机的抽出八张卡牌 看着这八张卡牌 上面画的内容 看着这八张卡牌 上面画的内容 在这八张牌当中 有一张卡牌 它看起来就像是 那个还没有进入学校 还没有开始念书的 那个童年时期的你 把那张卡牌挑选出来 对把那张卡牌挑选出来 放在底下的最左边 剩下你还有七张卡牌 看着这七张卡牌 对 这七张卡牌里面有一张卡牌 它特别能够代表那个进入学校了 开始读书了 那个求学时期的你 将那个求学时期的你挑选出来 将那个求学时期的你挑选出来 好 接下来要选第四张卡牌了 中年时期 哪一张卡牌能够最好的代表中年时期的你呢 把它挑选出来 最后一张第五张卡牌 老年时期的你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挑选了五张卡牌 可以代表生命的五个时期 看着你所挑选出来的五张卡牌 现在的你 在生命的哪一个时期呢 把那张卡牌轻轻的推高一点 在这个时期当中 发生了些什么呢 有哪些是会让你开心的 快乐的 感觉到幸福的 有哪些会给你不好的感受呢 有什么是你期待的 而有什么是你不想要的呢 就在你思考刚刚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脑海里的答案被发送出去了 发送到了生命不同时期的你身上 那个童年时期的你是最早收到的 他一听到了你刚刚脑海里面的那些信息 他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 他说 于是他把他的铺满你的钱都拿出来 他把他的铺满你的钱都拿出来 对 买了一张时光车的车票 他搭了那个时光车 来到了你的身边 他可以跟你说一分钟的话 我要请问你 那个童年时期的你 会对现在的你说些什么呢 同样的那个老年时期的你 那个经历过了一辈子的风风雨雨 充满了智慧的你 他也收到了同样的信号 他听到了你刚刚内心里面的声音 于是他也买了一张时光车的车票 来到了现在的你身边 我要请问你 那个老年的你 那个充满了智慧的你 那个经历过了一切的你 会对现在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在听到了童年的 还有老年的自己 对你说的话 他们的话 给了你怎样的启发呢 有了这样的启发 从明天开始 你的行动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好的 这个就是时间轴中的自己 或许你会在 那个童年的 那个老年的你 他们身上听到 你要的答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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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